那今天的節目我們要介紹向高強說部 然後這是黃毅宗老師的第二本書 那他2015年他那時候出的是第一本 思辨熱血教師的食堂公民課 那2017年今年他又出了這個第二本書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這個黃老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來幫聽眾朋友介紹他這本書 黃老師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那個黃老師這個過去是士大功領系畢業 然後後來就擔任老師 然後後來是什麼樣的一個轉折 讓你在2014年會去走上街頭 就是因為埋不起房 其實我自己當老師 我算人生還蠻順利的 我當年士大畢業是工費分發 然後工費分發完去當兵 當完兵以後就 當兵還薪水也不錯 我還是預官 所以其實我的收入都一直都穩定 然後退伍以後又回到學校 然後後來又考上高中老師 也就是說其實我的人生 大概前10年工作都是很順利 薪水也不差 但是問題就來了 等到我2010年那時候 想要開始買房子的時候 我發現我買不起房 他說你怎麼也買不起房 你是高中老師 工作也10年了 應該收入也不差 高中老師的收入一年加起來頂多100萬 我那時候看了一間房子 在中山區一個小套房 他半年 大哥你猜半年他漲多少錢 20幾坪 半年如果是房價正在漲的話 漲一倍也可能 對真的 他一年他半年漲了200多萬 我呢 你想想看我一年在那邊辛辛苦苦上課賺錢 暑假輔導課 然後還要寫可能寫稿寫文章這樣 你看我差起來差不多100萬 可是他一間房子 一間小套房半年就漲了200多萬 所以我就知道 不是我不夠努力買不起房 而是這個房價的漲幅的速度過快 這裡面顯然有一些是 有些投機人為炒作 所以我開始去報紙投書 然後開始去鼓動這個運動 然後一直到2014年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從2010年開始 房價一直都只漲不跌 對 一路漲一路漲 事實上我們看台灣的房價 大概到2014年已經來到最高點 所以在2014年我們那時候就匯集了 我們那時候最多匯集了101個公民團體 我們在那一年的10月4號 世界人權日的前夕 我們在仁愛路的地堡門口 我們辦了一場草運 就是要讓全民知道說 高房價已經是 事實上民調也曾經做過 高房價是台灣民眾心中的民怨之首 就表示大家都非常痛恨這件事 可是一直沒有人把它集結 所以我們透過公民運動的方式 在那一年成功的把高房價這個訴求打盡 然後後來也才開始有一些政治人物 或立法院開始做一些政策的轉變 可是老師你那時候在研究整個趨勢的時候 其實它可能有一些國內外的因素 也有可能長期低利的問題 也有一些歸於返鄉的資金回來 你有沒有深入去研究了解之後 你那時候認為政府其實如果以自由經濟來講 他能做的是很有限對不對 這個可以分兩種層面來講 我在這邊向高強說服裡面提到 如果是商品房的部分 我覺得不用去干預他 所謂的商品房就是建商蓋的房子 然後他要蓋的很貴 賣的豪宅像地寶豪宅這種 我覺得很好啊 就是有錢人他本來就可以去買很好的房子 這個你不用去干預他 你也不用去打壓他 可是我在意的是另外一點 另外一點就是所謂的住的權利 一般百姓住的權利 我們常講安居樂業 安居才能樂業 如果你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你怎麼可能要希望這個人可以樂業 可以好好的工作 而且事實上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也有講 居住權是一個人權 基本人權 所以我們認為說我剛剛講 有錢人去買商品房 他房子要買再怎麼貴 我覺得這都OK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認為是說有一些民眾是買不起房 或是住不起的 至少你政府要提供一個空間 或是相關的法令配套 讓這些朋友他即便買不起 他也可以住的安心 這個住一般指的就是租房子 就是我們人生的第一間房子 可能政府都應該有一個基本的義務 去協助年輕人去買到這樣的一個房子 或是說我提供一個比較廉價的 讓你們能夠像現在一些住宅 能夠讓一些青少年 能夠去租得起這樣的一個房子對不對 對就是說我們一直提倡的觀念 就是說不見得一定要擁有那個房子 我當然知道東方人很強調就是有土私有財 可是因為其實土地 特別是在都市的地方土地真的不多 所以你如果一直勉強說要每一個人都在台北市 或是在市區買到房子 我覺得這有點強人所難 但我至少希望這些朋友 特別是這些年輕朋友 他如果是在都市工作的朋友 很多人說你為什麼要買來台北 因為他在台北市工作啊 他在台北工作他當然要住台北 不然你要你叫他住在宜蘭 然後再叫他通車嗎 這不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說在都市工作的這些朋友們 他雖然買不起 但是至少我們政府提供一個房子 讓他可以租在那邊 所以我們才一直提倡社會住宅跟公共住宅的概念 事實上我們在看各國的評比的時候 公共住宅或社會住宅的這個住宅的存量 占整個住宅存量的比 person是我們衡量社會福利的一個指標 你比如說像香港30%的住宅存量是社會住宅 那像荷蘭歐洲那更誇張 有的都已經快三四十了 那我們不要講那麼遠 我們講講東方東亞的話 像日本大概是百分之六點多 首爾也是百分之六點多 那我們認為那既然我們是屬於東亞這邊 台灣的比率 所以我在上一本書《思辨》裡面有提到這一段 台灣的住宅存量是百分之0.08% 你知道人家百分之六我們才百分之0.08% 所以曹英那時候才提出一個主張說 至少希望可以達到百分之五的住宅存量 就社會住宅的部分這樣 這個是不是也是因為好幾年前 我們的廣設國宅的一個失敗之後 造成政府就在國宅這塊 他就越來越沒有著力 完全正確 其實台灣曾經蓋過國宅很多國宅 20萬 大概全國蓋了20萬戶 你看看台北 設備是台北市很多國宅 那當初蓋國宅目的也其實也是為了照顧一些 比較弱勢的 對 可是因為他把土地也賣掉了 他賣掉的時候他是連土地一起賣掉 所以 因為國宅能買的有些人是用抽籤買到 有些人是特定資格 可是當初我原本是照顧你的這個美意 經過了時間的轉化 因為土地已經在你手上 土地是最貴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台北市很多國宅 最誇張是正義國宅 你知道中銷東那個正義國宅 一瓶現在都更以後一瓶180萬 180萬這個不是照顧弱勢 所以我們一直強烈主張說 政府的土地不應該賣掉 不應該用這種方式 事實上我們看到前幾年曾經 新北市那時候有蓋的叫做合宜住宅 也是這種只賣掉不租的 那這個現在所有的問題都出來了 他們當初是說 一瓶15萬賣給民眾 抽到的人可以買 一瓶15萬便宜也在林口那邊 結果你知道現在有個情況 一個很荒謬的事情是 我們在法拍的那個法拍屋那邊 看到一個情況 因為民眾不想要等5年的閉鎖期 他其實過5年就可以賣掉 那民眾不想等5年賣掉 你知道他怎麼樣 他把房子丟到法拍 結果法拍出來的價錢 一瓶飆到19 20萬 那什麼意思呢 就表示當初抽到那個房子的那個民眾 他轉手一瓶就賺了5萬塊 我認為這是絕對錯誤的 因為那是政府的土地 當初給你抽是因為想要照顧你 結果你被你拿去變相的投機炒作 所以我們朝運才一直主張說 政府要推的是不能賣掉的 土地跟房子都不可以賣掉的 叫做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 這個也是一開始去年一些 以前一些國宅一些弊端 有人抽中之後 他一轉手馬上就把他的權利賣掉 他就直接賺一兩百萬 他不要這個房子 可是到最後現在他回頭 可能他應該就很後悔 他不見得後悔 因為他可能當初在抽的時候 他找了很多人頭 我們有聽過這個情況 就是在那個 那時候新北市抽合宜住宅的時候 因為他有規定的資格 比如說我就沒辦法抽 因為我的收入比較好 可是如果我真的以我來講 我如果很想抽的話 我可以找十個人頭 我跟他們講說 你們的收入比較差 你去幫我抽 你們只要抽到 我就給你們一筆獎金 紅包就對了 比如說給你50萬的紅包 因為我算過 那個一來一往 我只要抽到一間房子 我的淨利潤大概可以賺到200萬 所以我只要你給我50萬給你當紅包 我自己就可以抽150萬 我如果找了十個人頭 我就金賺1500萬 所以這就是一個 所以我們才強調說 政府的土地不可以拿來 就是用賣掉的方式 這是絕對錯誤的 這樣子聽來這個 朝運的訴求還蠻正確 可是我會覺得說 你在一開始推動這個運動的時候 還會受到一些黑寒的攻擊 就是簡單的講 就是說仇富 或者是年輕人不努力 那關於這點 你後來都怎麼回應 確實 因為當你在開始做這種 社會運動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反對方 會對你進行攻擊 這個我覺得理所當然 不過我們自己也 我們經過理性的思考以後 其實我在我這本 《向高牆說部》裡面 有提到一件事 我們絕對不是要找 房仲業朋友的麻煩 很多房仲業朋友誤會說 你們這些人來亂 害房子都賣不出去 其實房子賣不出去 跟我們無關 房子賣不出去是因為它太貴 價錢的問題 我自己是年輕人 我要買房子的時候 看到瓦媒間 我看過的房子 透過房仲去幫我戴的房子 我起碼看過一兩百間 為什麼我都沒有下手買 因為太貴 我希望它降價 如果降價我就買 對房仲朋友來講 他要的是什麼 是要成交 成交才能抽仲介費 如果你房子沒有成交 你永遠一毛都抽不到 現在為什麼 我們看到像去年 台灣的房市的交易 已經來到史上最低 為什麼那麼低 是因為買不起 因為屋主不讓價 所以現在很多房仲朋友 都瞭解我們的訴求 因為我們希望房價 不要那麼貴的目的是 讓房屋的交易可以增加 所以現在很多房仲朋友 都認同說 我記得我在2014年那時候 出來抗議的時候 房仲朋友是不能理解 他就很不高興 就覺得你們這些人 來害我們房子賣不出去 可是我看到去年 到去年的時候 2016 那些房仲朋友 都已經風向改了 他們都說 他們其實希望屋主可以讓價 是 有個最有名的叫 顏炳麗 那個是很有名的 大多頭 對大多頭 顏炳麗他其實到 到後來他都講 到去年今年他都講 他就說 你屋主要讓價 因為讓價才有辦法成交 成交才能賣嘛 你們屋主不讓價的結果就是 所以我覺得很辛苦就是 屋主不讓價 房子賣那麼貴 對 然後年輕人也買不起 最倒霉的是房仲 因為他他沒有辦法成交 沒有交易就沒有那個 對 所以我說 其實經過很多理性的溝通 房仲朋友是可以理解 我們的訴求 對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2014 你開始投入這個社會運動之後 才會有2015的第一本書 就是你把觀察到的很多社會性 這樣集結起來 我在2015年寫了一本 就是第一本書叫 《思辨熱血教師的十堂公民課》 我把十個社會議題寫進來 那這裡面當然 潮運居住正義是其中一個章節 那為什麼會寫這一本 是因為我自己在從事社會運動的過程 我發現很容易被污名化 就是大家都不理解 覺得你們這些人可能是來製造紛亂的 然後就會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一些攻擊都來 那我自己感觸很深就是 其實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你們有點外面就可能誤解我們 所以我透過寫書的方式 透過教育的方式 我希望這些社會議題 能讓民眾可以理解說 對話思辨的結果是 你看我就講 2014年可能房仲朋友覺得 我們是來亂的 可是到了201617年 他知道說我們不是來害你們的 我們只是希望讓台灣變得更好 所以這就是驅使我寫那一本書的動力這樣 然後經過兩年之後 這個第二本書就出來了 那向高強說不 那這個一樣是延續你過去的一個風格 就是鼓勵我們這個青少年朋友 有一些自己思辨的一個能力 對就是說你 因為我第一本書講的是食堂公民課 思辨的公民課 那你思辨以後你經過思考以後 接下來要幹什麼 不是說思考完就沒事啊 我們總是要採取某些行動 思想是一種很強大的力量 他可以驅使人們去 依照他的信念去做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當然這個思想有可能是偏的思想 但如果他是一個好的思想的話 他就要採取某種程度的行動 那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我們的教育現場 或是我們的社會現狀等等 其實都被一道又一道的高牆所阻隔 這個高牆不是說一定是 那就是一種框架 就是希望你活在這個框架裡面 不要去挑戰這些不公不義的 因為很多不公不義 我認為那都是一道高牆 用春上春樹的話來講 日本的那個很有名的文學家 春上春樹他說 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 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他其實就是鼓勵年輕朋友說 即便我們的生活有很多高大堅硬的牆 擋在我們的前面 但是我們還是心中要保持一顆柔軟的心 保持一顆對社會關懷的心 選擇站在雞蛋這方 或許短期內 你沒辦法撼動這一道高牆 但是透過我剛剛講 教育跟思想的力量 他有一天我們可以期待 讓這個高牆推倒 這也是我寫第二本書的主旨 會有這樣的高牆 他也許有他的時間的一些因素 或者是歷史 或者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保守派 我來幫這些一些家長來問說 假如說以這個高牆後面可能是家長 也許可能是體制 或者是一些政策 如果說我們像高牆說不之後 他們會不會過得更好 就是說 如果我們脫離現在的一個框架 或者是脫離現在的一個升學主義 也許有些小朋友看了你的書 他決定休學 他要去學技術了 問題是他會不會過得更好 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測未來 但是我認為 用哈佛大學Garden的說法是 人有多元的智能 人不是只有單一的性向 但是目前我們的升學體制底下 我們把所有人都載化成 你就是只有讀教科書 然後考試 金榜提名 就是我講的所謂的萬班皆下屏 唯有讀書高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每個人的性向不同 我認為讀教科書這種考試 其實他只是單一的性向 我現在適合走這一條 沒有問題 他適合走學術 可是我們知道很多的學生 很多的孩子 他其實不適合走這一條 可是在這個框架 這一道高牆 家父長的框架底下 他的家長或者他的老師 會希望說你就是走這一條 對他們來講是安全的路人 對 但是我不認為那個是安全 以家長的角度來講 我在我這本書裡面有提到一件事 其實我幫家長講一句話 我是說因為家長自己是苦過來的 我認識很多家長 他其實過去是苦過來 人家說黑手黑手 他是辛苦來 所以他在他們那個年代 其實白領階級的地位 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 這是事實 幾十年前你讀過大學 人家大學真是很厲害的 所以家長總是希望說 如果他今天他的孩子有機會可以念大學 他希望他的孩子不要走 這個家長過去走的這條路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 因為大學已經是百分之百的錄取率 對 所以這裡面 摻雜的很多學生 其實是不適合走這一條路 但是他勉強去走了這條路以後 他犧牲了他原本應該有的技能 他犧牲了原本他按照他的性向 應該具備的專長 所以變成是我們現在講的 所謂的通貨膨脹 學歷的通貨膨脹 你知道鈔票這種東西 如果今天原本一千塊的鈔票 我把它改成兩千塊 印成兩千塊有沒有意義 沒有 因為所有的物價都會漲一倍 我們知道那個是沒有意義 學歷也是一樣 當滿街都是大學生的文憑的時候 那張大學文憑根本本本 就跟一張廢紙沒有兩個 所以就會造成現在我們常常看到 什麼大學生的第一席滿街跑 理由是因為對企業主來講 他已經不相信那一張學歷了 在二三十年前 爸爸媽媽的年代 那一張大學學歷是表示說 他至少有一定的一技之長 可到了今天 因為當每個人都擁有那張大學的學歷的時候 企業家企業主會認為說 這張紙是廢紙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相信這張紙 所以我沒辦法給你高的薪水 因為我不相信這件事 我只能給你很低的薪水 然後讓你來我的企業工作以後 我觀察你半年 我觀察你一年 看你有沒有本事 可以調高你的薪水 因為這裡很多大學生在過去 我在有樹林分享一個經驗 就是有一個私立科技大學的男同學 大士 他每週打工五天 然後他借了很多學貸 但他的學費非常貴 一個月一學期五六萬 然後背了很多學貸 然後我重點是注意聽 這個私立科技大學的男同學 他每週打工五天 這什麼意思 就表示他根本沒有在讀書 因為他每天就是打工 他只是透過打工去完成他那張文憑 所以第一個打工薪水本來就很差 對 而且說真的打也學不到什麼東西 然後第二個他書也沒讀好 所以他書這邊也沒點到 然後打工那邊也打得一塌糊 就是因為打工薪水本來不高 兩頭空嘛 所以最後就兩頭空 所以像這種情況 其實我們會鼓勵這個同學 他當初如果在18歲可以做決定的話 他其實應該先選擇就業 對 就業之後你如果覺得 想要再回來回去要進修 現在進修教育非常方便 其實應該是用這種方式 其實我們看國外 像我在我的這一本 像高強說部裡面提到德國 德國60%的學生不念大學 但是我問朋友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兩台汽車的價錢是一樣的 你要買台灣的國產車 還是買德國的BMW或Benz 當然是德國 可是德國人家沒有大學生 台灣一堆大學生 大學生做出來的汽車你不敢買 結果那些德國只有高職畢業的學生 做出來的車你搶著買 這就表示技能專業才是重點 就是他們都熬到工匠的一個精神 對因為德國他們很重視這種工匠精神 所以我在我書裡面分享一件事 就是說在德國人的眼中 他覺得這種所謂的專業的工匠 地位是跟大學教授是相等的 他不會因為你是大學教授就高齡一等 他也不會因為你是工匠 就覺得你很像矮人一階 我覺得所以我在書裡面一直提倡 這種價值觀 是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所以在這邊在節目上也是要幫我們的黃老師澄清 其實並不是說希望學生去挑戰家長或挑戰 或者是一些學校制度 而是你要自己有思辨的能力 你到底適合走什麼路 如果你覺得你不喜歡念書 你就真的大學也不要拼了 你就直接去就像老師講的 直接先去工作 過幾年你會知道你需要什麼 回頭再來進修你會很拼命的讀 對 你事實上你看吳寶春 就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他只有國中畢業 然後他就去做麵包 但是他對麵包非常的有熱忱 所以他要透過各種的方式 讓他的麵包改良 而且變得是世界冠軍 吳寶春現在也回來念書了 要去念進修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以他的例子來講 其實讀書不嫌晚 你不要說好像台灣有個壞習慣 就是好像覺得說 在十幾歲二十幾歲的時候 你就是應該在學校裡面 然後二十幾歲以後 你就應該要出社會 就一次把它念完 對就一次把它念完 然後而且重點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念完以後就再也不念了 就是他對他來講 讀書這件事情 大概在二十幾歲以前就完成 從此他再也不去碰書 所以你看台灣的出版 很多書都賣不出去 因為大家覺得說我已經讀完了 教科書參考書拼命買 出社會以後那種書 一般的那種書店的書就不買 這就是一個很偏執的狀況 我自己分享我去日本的經驗 你知道日本因為他們都要做電車 然後就是 人手一書 日本人很喜歡讀書 不管是讀電子書 或是一般的書 我覺得因為他們有時候電車 一搭都一個小時 你就看到日本很安靜 他就是每個人人手一書在那邊看 就是他們的閱讀量是夠的 可是這一點我看我們台灣 你看我們在電車上 就是捷運上 真正會這樣坐在那邊安心看書的 其實不多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 讀書的文化的養成 這一點我覺得台灣如果 就是我覺得我們台灣教育 可能也是因為我們過去的教育 我們在學校階段把學生逼瘋了 你知道在填壓這種填壓的方式 我在我這本書裡面提到一件事 台灣學生的上課時數啊 是全世界最多最長的 對我們一天要上到9點5個小時 從早上7點半到下午5點 那我剛剛提到日本 日本的學生大概是從早上8點40 50上到下午3點出頭 他一天上6節課 台灣一天上8節課 而且我們台灣的8節課還沒完 晚上還要加上補習 假日還有什麼課服班 所以我們用這種填壓的方式 把台灣的學生的那種 學習的靈魂都填掉了 所以對台灣的學生來講 他很痛苦 讀書是一件非常痛苦的惡夢 所以一旦他脫離了這個學校以後 他再也不想回去看那一本書 所以所有的書他都不想看 他就是放空就好 這個有沒有台灣的地理的因素 因為台灣可能太小 所以很多家長就會認為說 你沒讀書你就走不出去 你就只能窩在這個小島 你沒有辦法走出去世界這樣子 我覺得要走出去 根本不需要讀這些書 你基本上語文能力OK 你英文什麼語文可以的話 基本上 所以我在這本像高牆說部的第一章 其實提到一件事 在美國或是歐美 他們其實很流行叫空檔年 Gap Year 就是說我這邊分享的是歐巴馬的女兒 美國簽署歐巴馬的女兒 她高中畢業以後 她其實已經考上大學了 可是她沒有馬上去念她的大學 她中間有一整年的時間叫空檔年 她去幹嘛都好 去做志工去做服務 或就是去全世界各地走一走 就是不要馬上急著高中畢業去念大學 你緩個一年 那這一年讓你去看看眼界 其實對你的人生是比較有幫助 現在歐洲很流行這個 但我知道有些家長會說 我問到沒錢 你還用說國外控檔年 但至少這個心態你是要理解 就是說雖然你可能沒辦法 飛到全世界各地去 但是至少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 你不見得要飛到國外 你可以去山地部落走一走 偏鄉就對了 你去偏鄉走一走 你去看看不同的視野 因為你在都市住久 你如果可以偶爾去偏鄉 去山裡面看一看 也許你會得到一些不同的啟發 對不要急著說 而且說真的你去大學念那四年 我真的不覺得那四年有值得你 花四年的時間去念這些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你也在打工 剛剛我們聊的大概都是 家長的權威跟教育的部分 其實裡面有六大高牆 黃老師非常敢寫 包括歧視高牆 性別的部分也是被你寫進來的 性別我倒是還蠻重視的 其實我在裡面分享一個 一開始我在性別歧視高牆這一張 一開始就提到一個少年 就是叫葉勇志 對 他是2000年的時候過世的 那他如果還在世的 那時候是國二 國三過世 他如果在世的話 現在應該31歲 這個少年他的生命 就停留在14 5歲 那為什麼這個少年會過世 是因為他是一個生理的男性 可是他的性格 性別氣質比較陰柔 就是動作比較溫柔 然後比較喜歡跟女孩子 玩那種像伴家家酒這樣 所以像這種在2000年 你要想想想 2000年就17年前 在屏東的國中 你看那個是這種地方 非常保守的地方 非常保守的地方 你知道那邊的國中生 你也知道 大家可能都讀過國中 這樣的男孩子 一個男孩子在動作很溫柔 很像女孩子 你會怎麼稱呼他 娘娘腔啊 或娘炮這些 對就是這樣 所以你知道他當時那個同學 葉勇志同學很可憐 他下課去上廁所 去男廁上的時候 那些男同學就會投他褲子 檢查他有沒有小雞雞這樣 那所以後來這個葉勇志同學 他就不敢在下課的時候上廁所 他改在上課的時間去上廁所 那有一次他在上課 也是下課前五分鐘 舉手跟老師說 老師我要去上廁所 老師就跟他去 結果這一次一去以後 他就沒有回來 下課的時候同學一看他 看到那個葉勇同學 一個人倒在雪坡當中 廁所裡面後腦著地死掉 後來的鑑定報告 有兩份報告不一樣 第一份鑑定報告說 他是自身患病而摔倒 就是可能那是心臟病 然後病發然後摔倒 可是第二份報告 台大醫院的報告說 他沒有這個心臟心血管疾病 所以排除了因為自身患病 而摔倒的可能 那就可能是有外力介入 那這件事情說 因為當時沒有攝影機 當時不像現在有那麼多監視器 所以其實查不到到底 當時就是說 葉勇志同學在上課的時候 去上廁所的時候 那個廁所裡面有沒有別的同學 你知道有些國中小孩子頑皮 他就翹課躲在廁所裡面 抽菸什麼都有 對 也許剛好就被遇到 所以不知道 你也找不到證據 所以這件事情 他後來就不了了之 但是從葉勇志同學的 這個不幸的遭遇 就跟我們講 我們在性別教育這一塊 做得很失敗 在當時 我講是當時 所以其實在那個年代 本來擬定了一個法 政府那時候你的法 叫兩性平等教育法 本來就叫兩性平等教育法 可是因為葉勇志同學的事情 促使我們去思考說 其實這個國家 有很多性別少數的孩子 性別氣質 跟主流社會是不同的 可是這些人才是需要我們保護 所以我們後來在2004年的時候 把這個法改成叫 性別平等教育法 依這個法 我們每一年 現在每一學年 都要至少上 4小時的性貧課程 也就是從這個法開始 我們在學校推動性別平等 所以我在這一章 為什麼特別提到這個 就是說 很多時候就是 我引用一個臉書專頁的一句話 他那個臉書專頁是一群老師做的 他那個是我支持 認識同志教育的一個臉書專頁 那他們有一句話很重要 大家聽聽看 他就說 正因為有所歧視 所以更要認識同志 就是說你對於同志 為什麼有人會覺得同性戀 或是那種跨性別的雙性戀都很怪 或是不正常 就是因為其實你是不認識他 你不了解 不了解 產生歧視是很正常的 可是歧視是很可怕的 歧視的結果最後可能會形成霸凌 所以我們在課堂上必須跟學生交就是說 不管是哪一種性向 或是性傾向 或者是性別氣質 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 所以蔡依林有一首歌 叫做不一樣又怎樣 其實不一樣是OK的 本來就應該是尊重多元平等 我們不是很強調平等價值 所以我們在課堂上講這些道理給這些學生 然後希望學生可以理解 那才不會出現下一個葉勇志 好 過去2000年葉勇志到現在2017年17年過去 我們台灣當然很多在思想方面也慢慢進步了 現在其實在比較年長者 大家對同志這部分都比較能夠理解 那我會想問老師就是說 那當你決定要這樣子去出書 到處去演講去推動很多的 像譬如說你這本書的這些高強來講 怎麼樣去決定你這個 要推動的這個力道跟速度 因為有時候有些問題也許過幾年它就解決 譬如說同性戀過去也許大家都很排斥很排斥 可是我覺得現在好像這個社會氛圍 大家都比較能夠接受 就是覺得反正他們喜歡不妨礙大家就好了 所以這就是推動社會運動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這些年來這些同志朋友 事實上台灣每一年都會辦所謂的同志大遊行 他從他四幾年前開始辦 到現在已經成為亞洲最大的同志遊行 每年大概至少有8萬人會上街頭 那我的意思說 經過這些年來的努力 慢慢的像剛剛主持人提到 大家也覺得同性戀也沒有什麼好怪的 就OK嘛沒有什麼 你知道如果像白信有那個年代 1970 80年代他寫過一本很有名的小說 叫聶子 聶子如果我去看 裡面那些同性戀的小朋友男生 他們都只能躲在新公園 躲在萬華那邊山水街 就躲在那邊見不得人 所以你看那個書名叫什麼 聶子 就是好像我是一個男生 但是我只是因為喜歡男生 所以我在家裡面就被視作是不良少年 你也是 可是回到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大家對看到同志也覺得好像習以為常 也沒有什麼特別不正常 大家都一樣 這就是我講社會運動的重要性 對我來講社會運動其實就是一種全民的教育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老師 你現在有一個公民老師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那你怎麼樣再去推動這樣子 又不妨礙自己的身份 然後又能夠減少一些不畏的一些抹黑或造謠去攻擊你 我會很好奇是你為什麼想要做 衝第一個 因為有些事情也許過幾年緩一緩 他就達到這個目的 那又不會影響到你現在的工作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子一個非常熱血 衝動就對了 對就是好像要拼第一 然後遇到不公不義的事情就要這樣子第一個發生 然後包括連續為了這本書也到處去宣傳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我在我這本書裡面 引用了法國的哲學家卡妙的一句話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就是說其實人存在的 存在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各種不同的目的 有些人常常我聽到很多朋友都跟我講說 他覺得人生沒有目標 確實現在年輕人薪水低 然後房價又那麼高 你也買不起 然後出國 就算出國也被長輩罵說 你們年輕人幹嘛一直出國 浪費錢 你知道他做什麼都不愉快 然後 而且這裡面這裡很多年輕人的低性 可能也是因為當初你們大人叫我去念那個學校 我本來不想去念 然後你叫我去念 結果現在薪水低你又罵我 所以你知道年輕人出現一些困境 就是他覺得人生失去目標 所以我們才看到可能有些人 可能也許會尋求什麼心靈寄託 宗教寄託 那甚至可能買一本叫禪道化的書 你知道 有一種書叫禪道化 就是每天那邊一直畫圈圈 一直畫圈圈 尋求心靈的平靜 什麼都不要講就 那對我來講 我剛剛講我反抗顧我存在 就是對我來講 我認為推動這種運動 是某種程度上也是讓我覺得我存在的價值 因為說真的我也可以不要做這些運動 我只要好好的賺我的錢 其實我人生也是可以很順遂愉快 但是我覺得總是有一股氣 你知道人就是有一股氣想要發出來 然後想要對這個不公不義的高牆 進行某種程度的挑戰 那有些人曾經我 像我前幾天去演講 有一個朋友問我說 那黃老師你為什麼就是 像剛剛主持人提到 你幹嘛 這些事跟你無關 你幹嘛一定要 拼第一個 他就像同性戀的婚姻平權 他說你關你屁事 你是異性戀 而且黃老師你也結婚了 那你到底在那邊爭什麼 同性戀結婚關你屁事 你幹嘛那麼care 我後來跟他分享一首詩 我想要念給朋友聽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你知道大家知道希特勒屠殺600萬猶太人 那其實我要跟朋友講是 當然我現在希特勒成為邪惡的代名詞 但是我相信一個希特勒是不可能 殺掉600萬人 他不可能開600萬次的槍 殺那麼多人 所以希特勒能殺到600萬猶太人 它其實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它本身就是一道高牆 那在高牆底下有很多公務員 明明可能知道希特勒做錯事 但是他們卻用 如果看那二藍的說法 他們福音在這個邪惡底下 他們沒有去質疑這個邪惡 所以從那二藍的角度來講 雖然你們沒有直接參與了這場邪惡 但是他認為你們也是一種平庸的邪惡 那在二戰結束之後 那德國人開始反省這件事 有一個德國的牧師叫馬丁黎莫拉 他曾經寫過一首詩 他說 他說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 這裡他們指的就是納粹 納粹一開始在追殺共產主義者的時候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我不說話 就沉默 對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我不說話 也跟我無關 後來他們追殺公會成員 因為我不是公會成員 我繼續不說話 也跟我無關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 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我講這就是人權的價值 很多時候你覺得跟我無關 跟他無關 可是等到有一天 這件事跟你有關的時候 別人也會說跟我無關 沒有人要為你講話了 到那時候你在後悔就來不及了 所以這也是你們曹映也有一些 居住正義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像大埔案也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對不對 大埔案那時候他們拆大埔的時候 他們說是要因為要蓋科學園區 然後說要蓋 結果事實上後來我們去看那個補地 當初拆遷的那些大埔的那些原地 現在都蓋起了什麼你知道 其實沒有蓋科學園區 也沒有企業沒有進駐 全部都蓋起了房子 住宅 我看過天下雜誌曾經拍了一個影片 不是影片是紀錄 然後就是台北有那種草房團 他假日的時候就是遊覽車包著 一台遊覽車 一台一台然後包去那個大埔那邊去看房子 就是說 然後裡面有那個投資客就跟大家說 現在大埔的房子都會漲啊 然後就是這樣 所以當初你拆遷你破遷的目的 就是你拆那些房子目的說 你知道科學園區 科學園區 經濟要發展 結果我們現在到了現場去看 沒有啊科學園區不見了啊 現在都是蓋那些豪宅 也不算豪宅就是蓋了一些房子 那就證明你政府當初說的話是謊話嘛 所以當初我們聲援大譜 為什麼要聲援 因為不然有一天政府也會說 你們家這邊我要蓋科學園區 我也要來徵守你的土地 那到時候你在那邊說 沒有人幫你說話的時候就來不及了 所以這個是不是 不管什麼藍綠上台之後 他們為了他們的一些政策利益 他們必然會說謊 是不是這樣子 還是台灣的一些特別的一個現象 我覺得這個跟什麼藍綠都無關 有些人對政治人物充滿了不信任 覺得政治人物做的每一件事都是 就是他們背後都有一些邪惡的目的 我覺得當民眾會這樣認為的時候 就表示過去這些年來 確實這些政治人物的表現 讓我們失望 但我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 我相信人性本善 即便你沒有笑我說 你講這種話才瞎 他們就是那麼邪惡 但是我還是認為 如果我們的公民素養夠 我們的公民教育夠 我們能選出優質的候選人 民意代表或政治人物 但是我要講的是 這件事情其實跟我們自己本身是有關 當我們在批評 天下雜誌曾經做過一個民調 他說92%的受訪民眾 都不滿意現在的國會 很多92% 聽眾朋友你可以想想看你滿意嗎 你大概自己想想看 可是我要講的是 當這92%的受訪者 都不滿意國會的時候 這國會是誰選出來的 自己選的 就是你們這些受訪者選的 就你們自己選 然後你們自己不滿意 問題就出在這裡 所以怎麼樣 這我認為就是公民教育的問題 其實我在這本 《向高強說不得》第七章 曾經也分享過一件事情 我說你知道台灣現在的選舉文化 已經遏制到不像話了 雖然會選不多 可是辦選舉的時候都一定要 你知道辦很多流水洗 請吃飯 然後要辦晚會 然後要請一些有名的歌手來唱歌 然後還有要租很多宣傳車 然後最好報紙電視都要有廣告 曾經有人估過了 選一個立委大概要1億元 平均下來1億元 我聽過最高有到3億 少的可能要幾千萬 可是各位朋友啊 你曉得立委的薪水一個月多少嗎 20萬 對20萬 那他做4年 我幫他算過薪水 進薪水就一千萬 他做4年薪水才一千萬 可是他卻花了1億元去選這個立委 你不覺得這裡面很怪嗎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他這是虧本生意耶 我花1億元結果才4年才賺一千萬 可是為什麼還那麼多人想要選 這裡面一定有問題嘛 所以就表示 所以就大家都會笑說 那因為立委他們都會收錢 我要講的是 你都知道他會收錢 你還投給他 我不是更奇怪 所以事實上我自己 我在我這本上高講說服 第七章我有分享幾個經驗 就是說 我其實有去服選 我在當時2016年 都比較小檔 我都去找一些 我都去服選一些小檔 結果最好笑的是被我服選的 通通都沒上 大家都在笑我 就說被你服選的都待遇 所以都選不上 我說對啊 事實上我也知道 我就是知道他們選不上 才去幫他們 因為對我來講 他們雖然選不上 可是他們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他希望塑造的是一種選舉的文化 是一種比較清白的 比較乾淨的 不要去跟財團收很多錢 所以他們的廣告費少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辦什麼晚會 沒有知名度 曝光度 但是我認為一個清白的參選應該是這樣 事實上我去 要分享日本的經驗 我去日本看他們選舉的時候 他們不會像我們台灣辦那麼多晚會 沒有啦 他們只會貼海報 而且他們海報不像我們台灣是 你頭一抬起來 每一棟大樓上面都是候選人的大頭 沒有喔 日本的海報 日本的競選海報 是貼在他們理辦公室的公告欄 小小兩張就貼 固定的位置 就是不會像我們台灣 你知道都是比看榜誰大的 比大的 所以因為這樣子 這才是一個正常的選舉文化 所以台灣的選舉文化已經 本身已經是變質而且惡劣了 我覺得 這個會對我們台灣的民族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你觀察那麼久 你會不會好奇 為什麼台灣人對選舉這麼熱衷 為什麼日本人他們能夠這麼理性 而且台灣你也講 像你書上講 台灣已經經過了這個兩次第三次的政黨輪曆 應該是真正的民主國家 對這個這個也是 我覺得台灣的這個 你剛剛講的這種民主的演化過程 其實是可以成為一個世界 如果是學政治的 可以做研究的 怎麼會有一個國家 就是都已經從威權轉型成民主了 對 都已經都已經OK了 為什麼他選舉還要花那麼多錢 這本身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事 我覺得跟我自己評量講 我覺得是台灣人已經被餵習慣了 餵食餵飽了你知道 就是說過去確實 因為他們選舉的過程 有人花了大錢然後選上 對 所以就變成是我想要分享一個故事 就是說有一本書這樣講 當大家原本是坐著看球賽 我們都全部都坐在座椅上 可是當今天可能打出一次全力打以後 第一排的站起來 第一排站起來第二排被擋到 第二排就只要站起來 第二排站起來第三排也被擋到 所以第三排就站起來 每一排都被擋到 所以最後我的意思說 當第一排站起來以後 整排的觀眾席全部都要站起來 這就是台灣的選舉文化的情況就是 因為當初那個第一排的他花了大錢 他選上了 所以大家就被迫說 那如果你要選上 你要跟上 你就只要花這些大錢 所以變成是一種軍備競賽的概念 但這是不正常 因為這個軍備競賽的錢 不是候選人自己的錢 他是跟那些財團去要的競選經費 那我問你 那他選上以後 請問他會照顧財團的利益 還是照顧這些百姓的利益 顯而易見嗎 所以我才批評 書裡面批評說 台灣的選舉已經從一人一票 變成一元一票 就是前多的人就是多票就多這樣 哇這也是你這個 等於是你擔任這個公民老師16年 2014到現在三年多的社會運動的一個觀察 可是有時候想說 就算這些小黨選上去 其實他到立法院 他舉手還是舉輸人家 其他還是很無力啊 好像改變不了什麼 確實他就算進到國外 他其實佔的席子也不多 但是我覺得至少要有一點亮點 至少要有一點不一樣的情況 我覺得地方議會也是一樣 就是說雖然這些小黨 或是這些年輕的 就是當選的人 他可能改變不了什麼事 但至少他可以成為一個榜樣 他可以讓那些選舉的前輩看看說 我們這樣子 就他可以凸顯說 一些不正常的事情 讓大家 因為不然我們常常講說 國會議會都在喬事情 喬事情 但我覺得還是需要幾個亮點進去 幾個清流 不過我自己也比較悲觀 我目前的觀察是 2018年又要再選舉 是 那這些小黨 有些年輕 有些年輕的候選人 是愈愈愈是想要去選 不過我覺得在這個過程中 如果 沒有辦法 就是真正能 能讓這些年輕的 或是那些弱勢的候選人 進到國會的話 如果就這樣結束了 我就會對年輕人那種改革 年輕人改革 國家改革社會的這個熱情 會被交襲 所以我也很擔心就是2018年 如果沒有選好的話 大概很多人就從此就放 台灣又回到 又還是一樣 停留在兩黨 這種雜錢的文化 這是我比較悲觀的這樣 所以我才說要 為什麼我要在今年寫這一本書 其實我某種程度上 我選在2017年出版 也是因為 我希望透過我的演講 上節目 慢慢讓民眾去了解說 其實我們真的要 真的要趕快改變自己 因為唯有 透過我們手中的那張選票 還有透過我們的公民教育 我們才有可能期待台灣 走向一個比較正常的民主的社會 最後老師你希望你這本書給誰看 我知道這個感覺好像是對青少年對不對 可是我相信你這個書應該是對全民的 當然是給年輕人看是沒問題 但是其實我更希望是給老師跟家長看 因為我真的覺得要改變教育 不是只有學生的事 學生其實基本上都有在受教育 然後現在我們一些新的老師 現在台灣其實很多新的老師 都在從事所謂的那種像翻轉教育 然後這種創新的教學 所以其實他們熱情是夠的 這個沒有問題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反而是 有些老師他並沒有跟上這個腳步 還覺得就反正我就是混一天等一天 就是比較老 老一點的那個 我記得是老 年輕的也很多 所以老的相反有很多也有熱情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希望他們拿到這個書 看了這個書以後 至少或多或少有點感動 就是說其實你的手上那麼多學生 其實他們的下一代在你手上 那改變了老師的思維 我不要說全部改變 但是就是說多多少少少多一點熱情的話 其實對我們的下一代是幫助很大 然後也希望家長看了這個書以後 可以去思考說 你對你那種過去那種家父長高強 來對待你孩子這樣對嗎 我在書裡面引用的那個德國的詩人哥德 哥德曾經講過一句話 孩子應該從父母那邊獲得兩件東西 根與翅膀 根當然就是說你家長要給他一個支揚 家族的根 但是重點是翅膀 你要讓你的孩子飛出去 不管是老師或家長 其實你要讓他飛 可是我們現在好像翅膀都不見了 他們都說小孩子不懂 是等你長大就懂了 可是你小孩子不給他學習 不給他主動這種熱情的話 他長大以後他就飛不出去 他一樣是困在籠子裡 然後最後你在責備這些年輕人說 你們是媽寶 你們是草莓族 這種惡性循環本身邏輯不通 這樣講好像 我就感覺最大問題 好像是家長問題比較大對不對 也不盡然 就是說我覺得是觀念 整體的觀念 就是我們這一道高強的框架 真的是框太久了 那我不是說一定要一次推倒他 所以你看我的書名不是說推倒高強 書名是說向他說不 先從向他說不的勇氣開始 慢慢的慢慢的可以改變 因為當我們說我們在教育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教育很喜歡學國外 我說芬蘭的教育很棒 瑞人教育很強 看到什麼就學什麼 問題是人家就不是這樣子 人家並沒有建構一道高強 當我們在學人家的樣子 我們學人家的形狀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沒有學到他們的精神 精神就是要不要用那道高強來看事情 這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你講的 書本也有提到18歲投不投票的問題 對不對 18歲投票的話並不是不適合投票 而是到底他們有沒有我們國家 到底有沒有培養這青少年 思辨的一個能力讓他有能力去投票 確實 顏長壽也講過這句話 我在書裡面引用顏長壽 顏長壽說他反對貿然的 從20歲降到18歲 那他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學校的教育 並沒有讓學生有足夠的思辨力 這點我也同意 所以我覺得這是雙管齊下 投票年齡的下降其實本身不是什麼問題 很多人說差兩歲你能不能計較什麼 對我也不是很計較 但是我想要用我書裡面講的一段話 我要講的是權力是與生俱來的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使用權力的能力 則要靠教育啟發 這才是我的根本 所以關於那個新少年的投票權的問題 20歲降到18歲 這只是其中一個議題 重點是我們要怎麼樣 在學校的教育的過程中 讓這些學生擁有具備使用權力的能力 這才是我們教育工作所在意的 所以他其實不只是單止投票這件事 他包括了很多的公民權的討論 所以這樣應該也會反映在你的教學上面對不對 對你很喜歡跟學生討論 也很鼓勵學生挑戰你 對我自己期待的那種師生的關係 應該是一種平等互動的夥伴關係 就是不是權威的 過去那種就是威權家父長式的 上對下的管理方式 這是不對的 當我們嘴巴上說教學相長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那種上對下的方式 學生哪敢跟你相長 他只要質疑你或是講了什麼東西 你就可能罵他說你小孩子不懂 所以但是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用平等的方式的時候 學生給我很多想法很多回饋 我都可以把它寫在書裡面 其實我包括我這一本像高翔說 不是跟上一本思念 我裡面很多內容 其實是跟學生上課在互動的過程中 我得到的經驗 所以你看教學真的可以相長 還可以拿來寫書 可是我覺得你會不會造成其他公民老師的壓力 上你的課比較活潑 我自己認識很多公民老師 特別是我們幹我們這一行的 其實大家很多他們做的比我還多 他們也是有他的方法 他們做的很多 他們都也會引進這種社會的討論 其實本來就應該要這麼做 我只是因為運氣比較好寫了書 所以好像大家覺得 以為說好像只有黃老師你這麼說 其實不是 他們做的比我還多 只是可能比較少沒有被關注到就對 沒有被報導出來 對只是沒有被報導 所以我也是常常有跟媒體記的朋友講說 其實你們也可以多發掘這種 我覺得多發掘這些老師 然後把他們報導出來 讓他們平常的那種努力 讓社會所看到 然後讓我們整個社會或教育變得更美好 我覺得這樣很好 這位黃老師講講你個人的規劃吧 你在這樣子推動社會運動 包括你在學校也在這樣子 教導這些學生 你個人有沒有希望說幾年 達到一個什麼樣的成果這樣子 有的人說你那麼努力是要選舉是不是 有些人會懷疑 有些人都會懷疑 所以你看台灣人就是這樣 然後覺得你這一個人好像有點努力 或出點風頭 他就覺得你要選舉 好像選舉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在2015年吧 就有人找我去選不分區立委提名我了 如果您那時候要就已經上了 對啊我現在可能在裡面 我已經推掉了 然後前陣子又有人找我選議員 18年要選議員 我也推掉了 早就推 而且好幾個都有人來問 所以我要講的是我根本沒有要選舉的意思 我期待的是 我都會輔選 因為我希望看到有一些優秀的 比較清流的 對他們都他們願意參選的話 我都跟他們講說 因為我輔選不可能收費 我一定是義務幫 但是為什麼我願意做這件事 因為我剛剛像主持人提到 我總是希望看到 不管是國會或議會 有幾個清流的候選人在裡面 讓我們覺得 至少有點耳目一新的感覺 這是我未來努力的方向 然後我現在比較希望的還是 透過這種寫書演講的方式 把我的這種理念傳遞到全國各地去 像我前幾天才從台中高雄回來 我之後還要去花蓮台東 很辛苦 但是我很願意 因為如果我知道那邊 大家有這個需要 想要一起推動這種教育改革 社會運動的話 我很願意去 這也是我覺得 所以為什麼喜歡當作家 當作家 雖然賣書賣不太出去 反對很低 可是他有種樂趣在 因為你透過寫書的方式 你可以把你的理念 傳遞到每一個地方去 然後當大家有一股力量信念起來的時候 我剛剛講 我反抗 故我存在 這就是我存在的價值 好 今天非常感謝黃毅忠老師來 各位聽眾朋友介紹 向高強說部他的第二本說品 那我相信很快又有第三本書對不對 因為你幾乎每天的故事你集結起來 半年一年就都能夠出一本書 對啊其實透過這種演講的方式 透過這種常常這樣宣講的方式 其實你會得到很多回饋 包括跟學生的回饋 跟聽眾的回饋 那這互動的過程中 我都會慢慢的慢慢的寫這樣 但是問你有沒有下一本要看這一本 賣得不好就沒有下一本 不過還好 因為2015年第一本 2017像兩年也算是很快的一個速度 就還是要努力的 就是希望 真的是真的是希望把理念傳遞到每個地方去 這也是你說為什麼 我其實相信很多作者 為什麼會這麼做 我有一個朋友叫紀大偉 他也是這樣 他寫了一本同志文學史 他是大學教授 那其實大學校根本就在學校 就涼涼的幹嘛這麼辛苦做這些事 不用去繳破這個議題就對了 而且繳破這個也沒什麼好處 但是他就是一樣 他說他希望 他寫這本同志文學史 就是希望把台灣過去這幾十年的那些同志文學 能一本一本的介紹給讀者看 是 他覺得這對他來講 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 好 謝謝我們的黃毅忠華老師 向聽眾朋友介紹向高強說部 然後是由寶平文化所出版 好 謝謝 謝謝大家